拉马尔对中文的支持 简直就是垃圾 也不能怪 他中文预信量的数据 仅仅只占了0.13% 那咋是不直接在ChairGP提上微调呢 我要想 OpenAI他跟垃圾 浪费我好多时间 用OpenAI的微调啥都好 方便简单速度快 对中文的支持也是最好了 只是他审核你的数据集 你的数据集不是说 格式必须要跟他一致哦 是你的价值观 必须要跟他一致才行 否则 使劲的教你改教你三 使劲的拒绝 那个体验 跟我们现在发视频是一个体验 不行就是不行 具体哪里不行 就是不告诉你 你贫啊 你财啊 审核这个事情哪里哟 都是选举 那你就改呗 那你都要微调了 个人数据库 至少得有个千万Token是吧 那你咋改呀 没法弄啊 改的与他价值观对齐了 我还微调个傻 直接用他不就行了 于是就被迫转向了 开元的大模型 开元的大模型 往顶部看 要么META的LM2 要么中东土豪的FACON 阿布扎比这个地方 那就是各路 要魔鬼干的具体 到底杀背景搞不清楚 算了 不是了 那就只能LM2了 试试看呗 你看看 我用一个仅仅3000多条数据的数据机 在一张A180机上 训练了5个多小时 测试的效果非常挖卡 原因就是我们开头说的 对中文的支持度非常低 咋弄呢 那就不能只微调了 那就得用中文数据机 继续在LM2上 继续的预训练 从模型的底层优化 中文能力 这工程量那就大了 至少得四张A100 才能从容的动起来 你也不用真的要去买这些卡了 有云算力 投入也不算大 那中文数据机咋用呢 现在有很多现成的 你可以直接用 只是大家都懂的 已经被污染了 除了部分能用 那你还得自己准备数据机 准备数据机这张火内火 那是几个人能干的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 摸索了很久以后 终于理解了一个事情 训练大模型 不是建造一个超大的航空母舰的过程 而是要打造一个航母战斗群 光秃出了一个航母 有啥用啊 围绕航母舰 能有一堆的巡洋舰 驱逐舰潜艇战斗群等等 这才能显成战斗力 OpenEye 它不是精品训练了一个超大规模的 GPT 3.5、GPT 4 而是一堆的大大小小的大模型小模型 用小模型来清洗数据 整理数据 用小模型来监督大模型等等 OpenEye 大模型战斗群 这才能调导别人 前几期我演示了一个 在个人写卡上 从头开始训练GPT 2的过程 我们可以自己微调 甚至预训练一个小模型 来干具体的事情 比如 为一段一百日的文本生成 问答对 操作一下 干得挺好 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好 那就这样 用不同的微调模型 去清洗和整理数据集 完美 以上 我闲聊了这大半年 我学习并尝试 训练大模型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最大的最强烈的感受 不是学习的那个难 这个更多的是兴奋 是每一步 都能真实的感受到的 那一到了墙外则墙 一墙还比一墙高的那种压抑 真的让人吓吐 我们这辈子从新手层出发 开始令吉 如果没有先人指路 爬完他们给我们建造的 这一道道墙 一辈子就完了 好难穿越 太恐怖了 长回几地看看 谢谢